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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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链条摆着上衣很有设计特点 它的领口是有种小斗篷的感觉 袖子比较长和大 可是完全不会拖它 因为袖口是松紧带收紧的 衣服底部也是不对称的设计 一边长一边短 不用塞在裤子里面 都可以很有造型感 当然也可以把衣服随意塞在裤子里面 这样子还可以突出牛仔裤的腰间设计 为了增加整体的色彩 我搭配了一顶红色的贝蕾帽 这顶帽子是在法国比较索美术馆外面买的 这件毛衣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颜色和织法的碰撞 灰色拼白色 普通又不沉闷 在冬天很容易跟任何其他单品进行搭配 而织法的不同也让衣服更加有质感 这件衣服是100%羊毛的 手感非常柔软 为了让造型更加精致和完整 我搭配了一条史尼奥的长项链 和一顶白色的贝蕾帽 这顶帽子也是在法国买的 我非常喜欢它 这些毛衣非常温柔 自带设计感 领带是连着毛衣的 敞开领带的时候 可以露出脖子上精致小巧的锁骨链 也可以把领带随意打个结 这样子不会显得过于正实 不想太女人 可以把毛衣扎在裤子里面 敞开领带 这样子有点酷酷的感觉 这次我带了一顶皮质的南瓜帽 皮的硬朗和毛的柔软 通常能带来惊喜 这顶帽子是在淘宝买的 我在他们家买了好多顶帽子了 每顶质量都不错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这件高领毛衣 就是冬天想不到穿什么的时候 最好的一件单品 它既保守又不沉闷 下摆在一边开叉 可以很自然地扎在裤子里面 因为是基础的蓝白色 所以跟任何颜色的包包搭配 都是OK的 最后这件衣服 是一件千鸟格的长大衣 它非常非常的厚实 它是一个利领的设计 有种酷酷的感觉 像是军装一样 一侧的胸上有个口袋 可以放一些口红 唇膏之类的东西 这件大衣可以敞开穿 也可以绑上腰带 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更加喜欢敞开的效果 当然了 我去荷兰这么冷 估计是要每天都要绑起来了 制作人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